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Luby 今天咱们的标题就是 大家请看 备注的使用 不管内容语言都会有备注 对程序的代码进行说明讲解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Luby备注的使用 它有三种方式 第一 一行备注 大家请看 就是在这个代码行之中 或说最前面 加上一个警号sharp 那说明这行代码 这个sharp之后的内容 就是备注了 接下来多行备注 大家请看 它的使用方法是 一个等于号 然后写上begin 而中间是备注内容 然后再加上一个等于号end 说明怎么备注内容结束 最后叫做之后全备注 什么意思呢 大家请看 咱们看英文名就能知道 下划线写两个 然后写一个end 再写下划线 换句话说 这行指令之后 所有的代码 你加不加sharp 你加不加这个等于号begin 你这行之后所有的内容 都会作为备注所对待 听起来挺神奇吧 这二种反正我们遇到过这种写法 那么咱们看看 实际这个代码 是个什么样子 大家请看 我这是一个sharp 那之后都是备注 好久没有做教学视频了 最近工作中正好用到卢比 所以就想做一套卢比教学视频 风险给大家 这是我跟大家想说的话 这也是卢比备注的方法 使用方法之一 接下来 等于号begin 等于号end 之间 也是我要跟大家说的话 在这次视频里 我只是想卢比的最基础知识 交给大家 当然了 这只适合于没有接触过卢比的朋友 当然对于了解卢比的朋友来说 这套视频显然还是非常的不够的 这也是今后我会继续推出 卢比系列视频的动力 也希望您支持和理解 大概这个意思 好 再接下来 咱们这个卢比 在这个地方 TiCcaX 写上咱们原代码 写上备注都写完了 最后咱们加一个什么 大家看 加一个下化线 下化线 end 下化线 下化线 那么在此之后 虽然还是卢比文件 但是 它就不起作用了 它仅仅是咱们的备注 作为备注来使用 好吧 卢比的入门片 先到这里吧 也许您觉得意犹未尽 那么我今天会陆续推出 卢比再入门视频的视频 当然 我就这么一说 您别当真 在那里 我会将更加详细的讲解 卢比的基础 基础语法和相关知识 同时为今后使用 卢比onrails 这是非常重要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期待与您在下个视频中见面 拜拜 好 这个就是卢比文件 今天我给您准备了所有的内容 咱们现在马上运行 看一下它的实际效果 test.luby 好 咱们实际运行一下 看是不是像我手持这个效果 就是没效果 luby test go 大家请看 因为咱们这个代码里面 通通都是备注内容 所以咱们运行时 什么都没有输出 那么也就是说 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呢 咱们把上万代码 拷贝到一个卢比文件中 然后运行它 咱们刚才运行了 是的 您会发现 什么都没有发生 当然了 连错也不会发生 其实这个告诉了我们 您原来使用 luby的备注是如此的简单 它绝对会是我们在今后 系统开发过程中 所必不可少的代码之一 虽然它都没有发生 但是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是我跟您说的话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 我想也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供您下载参照 咱们在今后的录录视频中 再见吧 拜拜